各位朋友大家好 网上的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 欢迎来到浩然信仰人生频道 你现在要看到的就是 和斯托德和王浩然牧师一同来学圣经 华人圣经一年通 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的是第一周 第五部分 第一周的 我看一下 对 第五部分也是礼拜四 对礼拜四 我们第一部分是因为星期天讲的 所以现在是礼拜四 礼拜四我们讲什么呢 是神的形象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形象 特别是女性比较养性 那么我们做男性的话 也应该讲究形象 那么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四节说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怎么讲呢 我们看一下 那么神创的高超就是人类的出现 创世纪表达这个高超的方法就是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但这形象所指的到底是什么呢 学者意见 意见纷纷 有人呢 以为形象的意思就是做神的代表 同管其他手造之物 也有人认为呢 形象是指的就是神的 神人之间的独特的关系 OK 但我们如果按照创世纪上下文 及圣经整体背景来看 形象应该是一切使人 有别于禽兽 而与神相似的特质 大家记着啊 OK 包括什么呢 首先人类是理性的 有自我意识的 二 我们有德性 是有 有是非之心 敦促我们行善 三 我们与造物主相仿 能够以视觉 听觉 去欣赏美丽的一切 四 我们有 有群性 能够和人建立真诚相爱的关系 神就是爱 他既照自己的形象 造了造了我们 也就叫我们能够爱神也爱人 第五 我们的灵性会渴慕神 因此人是独特的 会思想 会选择 会创造 会爱 会崇拜 可惜呢 我们要补上一句 那我们里面 这神的形象走的样 我们人性的每一部分 都是被自我中心的倾向污染了 但神的形象并没有全然毁掉 相反 不管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 都坚持说 人仍有神的形象 因此 当物上的尊重 人命可贵 因为我们身上有神的形象 人类是四神的族类 当 礼当 被受 被爱 被 被服侍 对不对 这个 圣经那样 这个创世纪里 有一句话 这个 平常我们华人想不到的话 对不对 然后就是什么呢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你说 我们华人说 天 这个 上天 是吧 老天爷 是吧 我们的上帝 对不对 这是至高无上最伟大的 是吧 至高无上最大的 那当然 它是 不管是伟大 而且圣洁公义怜悯啊 就是没有什么毛病啊 没有什么毛病 那么我们人 大家也看到啊 丑恶的东西太多了 自私自利 然后呢 胡作非为 然后这个 这个 这个 压迫别人 自高自上 然后淘气 然后这 又很多这个 对不对 那么这个 突然呢 圣经里啊 他特别提到什么呢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 这句话呢 就觉得 有点奇怪了 那么平常我们都讲 要穿着打扮呢 都有个形象呢 言谈举止啊 都有个形象呢 那么神 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 那神多么好啊 多么美啊 多么善啊 是吧 多么伟大啊 他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 怎么造人是这个样子 怎么造 造这个样子的 那神 他怎么会照着自己的形象来造人呢 他这么好 他 造了这个样的人 都跟他一样 对不对 这怎么解释啊 OK 所以这个呢 就引起了很多的解释 所以斯特多博士啊 我觉得他的见解啊 真的是很卓越啊 他就是什么呢 就是神的形象 是吧 和 和这个什么 其他的东西啊 这个 这个 以禽兽 而 这个 不同 而与神相似的特质 是吧 对不对 那么神 我们 我们说 认定的好的形象 是吧 美的形象 那么我们和那些禽兽不一样的啊 其实呢 实际上这样的 禽兽也有很好的面的地方 你看我们养的狗啊 是吧 养的猫 什么呢 大家都有很多东西 是那个野兽不好 你懂吗 OK 甚至我们骂人的时候说的 你都禽兽不如 是吧 所以呢 我们人坏的时候 特别糟糕 是不是 所以 所以呢 我们呢 资得得 我们说呢 我自己认 就是说 我们确实 在我们骨子里 内在里面 确实有神的 美善的形象 但同时 我们另一面 也有肮脏的地方 有肮脏的地方 那么这个肮脏的地方 从哪里来呢 OK 那么是从 始祖犯罪的来的 后面危险的 对不对 也是内在的时候 我们这个基因里面 就存在着那个东西 从声音的时候 咬着一下 那么从声音的时候 解释 所以呢 人呢 既然圣经告诉我们 是不管男女 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 那么呢 我们就值得尊重 值得尊重 受到尊重 所以人命关天 人权至上 人权至上 这是很道理的 所以在西方国家 特别尊重人权 那我在日本生活了很多年 日本 虽然说 他们是一个 不信基督教的国家 但是他的国家 宪法 是按照基督教的精神来制作的 而且日本是高举人权的 好不好 OK 好 谢谢大家 这个 我们今天就把神的形象 第五讲 给大家学完了 希望你喜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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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